民主进步党前立委蔡同荣 说起话来不及不许 但对政治理念的坚持 却是从不打折 接下来的新闻 我们带您回顾蔡同荣一生 对民主不变的守护 蔡同荣早年成绩优异 考取台大政治系 后来转到台大法律系 曾是台大第一位 非国民党员的代理会主席 也就是台大学生会的前身 赴美留学为台湾民主运动努力 却成了海外黑名单 终于在1990年 以奔丧民意返回台湾 1992年投入选举进入政坛 讲信用的美式作风 除了公投与独派立场外 她没有煽动激情的政治语言 让蔡同荣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 始终走着一条孤独的理想路 兼而不催的意志 就像蔡同荣对于体能的 不懈锻炼一般 而反映在民主 人权 自由上 就是不能打折的普世价值 这是2010年世界人权日前夕 蔡同荣在立法院 支持禁止中共人权恶问入境的临时提案 而对于国际社会关注的台湾媒体自由 蔡同荣当然也没有缺席 新唐天都在报道说中国无民主 无自由 压制这个人权 我都没客气 那我很熟 它很欢迎 支持台湾的民主和自由 所以它知道这件事后 总要下一次的马英雄 说叫马英雄要改善这款 78年的生命尽管已经走到终点 但蔡同荣对于人权自由理念的坚持 相信已经为台湾民主历史 留下深刻牢记 新团的电视政治中心整理报道